好 謝謝主持人 那我目前其實有一個角色 其實我是由台灣開放資料開始了解的 那我跟各位一樣 一開始了解開放資料 然後慢慢的去參與到這個開放政府 所以我今天會對於過去這幾年 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 我們台灣做了哪些事情 跟國際上如何互動 做好一個分享 其實這個OGP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他是在10年前 美國總統歐巴馬所發起的 當時他在1月份的時候 2011年的1月份的時候 他接收到整個社群 還有整個國家幾個政府在推動 其實歐巴馬對於資料治理都非常的重視 包括在白宮 他有一個白宮的資料科學家 首席資料科學家 甚至還有技術長 那我那時候是因為接觸到開放資料 其實怎麼有一個開放政府 兩個有點像又有點不一樣 那目前這個OGP 他在2011年9月正式開了一個8個國家的大會 8個國家其實亞洲裡面有一個印尼 有一個印尼也參與在裡面 那目前有78個國家76個地方 政府參加這個組織 已經非常完善 兩年會召開一次的全世界的一個大會 那這個其實Open Government 開放政府跟開放資料 各位看起來都是開放 可是不一樣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都講說政府有很多的資料 當然他有些是有隱私的 不能夠開放 但是有些其實是可以讓大家能夠來做使用的 所以我們這當中就是有一個叫做開放政府的資料 那開放政府其實它涵蓋面是很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以前在台灣 我們叫做這個政府資訊公開 可是這個不見得是等同於政府開放資料 這個意涵是不一樣 這個在開放資料裡面 我們常常會在說這個東西 所以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意涵是真的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層次 不過這裡面簡單的說 環環相扣 是不一樣的意涵 因為一個是開放政府 一個是開放資料 但是如果我們思考的話 開放資料如果要做得好的話 就要有開放政府的觀念 所以我基本上看到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在國際上參與的話 其實都是兩個都有 絕對不能說有些國家有開放資料 可是沒有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也必須要用這個開放資料作為基礎 所以這兩個是環環相扣的 但是開放政府其實它的議題比較多元 需要有政府比較健全的體制才得以完成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大家在接觸這個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體認 它這兩個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對台灣而言其實OGP是真的 我個人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 其實一開始是由開放資料觸發 那我們通常在台灣講的開放資料 大多數也是開放政府的資料 那它也會延伸到政府體制的運作 還有各個政府間的倡議 那大多數如果OGP去參與的話 它是以各國的不是不見得是這種所謂資訊 或是開放資料的主管 當然這個比較多 但是我記得我參加過幾次的OGP的會議裡面 很多的民主透明或是審計的或政黨的都有參加 翻多元的 所以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可以用這樣的平台對外分享台灣的精神 對國內而言其實當國外有什麼好的制度推動的之後 對於我們在台灣推動這個開放而言是很有幫助的 那大多數很重要的是 因為這個會議各國的總統都會參加 所以我記得當時在例如說在法國來說的話 就是法國總統Orlando 在2016年的時候他就親自參加 當時有幾個總統也參加 或是說有一些國家的部長 可能是資通訊的部長也都會參加 那這個其實不是只有政府參加 很多的民間社群參加也非常踴躍 像我們過去我們台灣的這個OCF 或是G0V等等都有參加了很多 那這個各國國家著重的角度 絕對不是只有Open Data這個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是OECD 他們評估阿根廷的這個做法 核心是Open Government 可是這當中有數位政府 有反貪腐 還有這個預算 或是公眾的Integrity 例如說政治的連結度等等 像我最近接受到一個國際的評比一些資料 其實它裡面就有一個叫做Political Integrity 我舉例如說我們台灣的所有候選人的競選的經費 或是它的公職人員的收入 或是說所有政黨它的捐款 或是說它選舉的運作的經費 必須要有很公開的方式來進行 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各位可以說它是一種Open Data 可是它其實更是一種Open Government 那它其實也涵蓋了所有的層面 在這個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當大家去接觸來說的話 我自己是從Open Data開始的 我來看Open Government 其實就是層次不一樣 但是是非常有很大的一個關係的 那各個國家呢 其實都會相繼推出一些 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我國也開始推出了 這個是由加拿大它自己他們政府說的 這個開放 加拿大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大概是2014年提出到 他們設計到2016年 它每幾年就有一個行動方案出來 例如說Open Information 它就Open Information 還有Open Data Open Dialogue 開放的對話 還有Open Data 這不一樣的意涵 像加拿大它對於Open Data Canada 是非常完整的 甚至Open Data Exchange 他們包含了幫政府開放資料之外 也主動的跟民間的資料互相的交換 Open Data for Development 或是Open Data Core Commitment 所以其實Open Data 其實各位不要覺得 我們台灣現在這樣做 很像夠了 沒有 很多的國家做的越來越深 而且越來越全面 現在開放的 不再只是說只有政府的資料 企業的資料 企業跟企業的交換 或是企業跟政府的交換 Open Data就很重要 當然這個就需要新的方式去面對 因為這裡面就牽涉到說 它的這個資料的成本 或是網路運段等等 或是未來AI的運用 那這邊就是Open Information 就是我們台灣的資訊公開 其實包含了Open Science 或是各種的政府的合約的公開 或是各種的政府的數據 都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進行承諾 所以加拿大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很完整 那另外一個就是Open Dialog 就是說讓大家不一樣的族群都可以在這個平台去倡議 那這個就非常像是我們台灣的Join的平台在做的這個事情 那我們台灣其實在這個國外 當我們如果要決定要參加OGP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送出你的計畫 然後你就有一個Action Plan 那他就會有一個IRM獨立的這個審查機制 然後來給你一些建議 那這個就不見得是 可能是國外的專家 或是那個國家非常獨立的人士 所以當你參加OGP的話 你受到的這個建議 就不是台灣人自己同溫層裡面 你可能會受到國際社會的一些幫忙 或是建議來參與在裡面 所以包含了這個High Level Political Support 各個國家的政治人物也會給你這種一種夥伴的關係的來幫忙 所以參加這個OGP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相對的 是蠻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等於是說我們台灣 我相信我們絕對不能致力於台灣 我們也是一個民主的深化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 那各個國家能夠來跟台灣站在一起 來做一些事 這是我們的台灣的很重要的民主的價值 那我們台灣呢 其實各位我剛剛提到是 OGP是由美國發起的 那2012年呢 美國也正式開始推動開放資料 Open Data 那我國呢是2013年 那時候推動開放資料的 然後我們很快的2015 17年 得到OKFN的這個世界評比的第一 不過我覺得這個方法 這個當時的方法學 可以還是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所以這個就做了兩年而已 兩次而已 兩次而已 現在還有一些國際上的評比 其實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我們台灣呢 因為當時有這樣的意願 我們得到這個世界第一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努力參加各種的 各種的相關的Open Government Open Data 所以我記得在2015年的10月的時候 在這個墨西哥召開了這個OGP的會議 那時候我們就介紹行政院 那時候是一個公私協力的方式 例如說當時的這個國發會的資管處處長 簡宏偉帶著我們民間的 我們一起在墨西哥喝這個Takira 跟很多朋友去交朋友 希望能夠送這個入會的意象書 那當時大家都還蠻支持的 我們跟各種的委員會去支持 一個一個去談 都還蠻支持的 但是當時因為國際情勢 對於台灣不是很友善 所以我們沒有被接受 到了幾個月之後受到這個回函 那我們持續不受到氣餒 持續的參加 像2016年的12月也參加了法國的峰會 那年唐政偉我記得是有些演說 閉幕式有些演說 國發會 科技匯報還有中研院語會 還有民間的社群也都有參與 那另外一個2018年7月 這個在喬治亞的峰會 這個我個人就沒有參加了 前面兩次我都有參加 然後這個會議其實包含了這個唐政偉 還有我們的社群都有參與 那2018年10月在韓國就有一個區域的會議 那我當時其實也在韓國 其實我就發現說 OGP的人跟這個開放政府的人 基本上跟開放資料的人 在例如說以韓國來看的話 幾乎是重疊 有的國家沒有重疊 但是有的國家幾乎是同樣一批人 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其實在2019年5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唐政偉就在加拿大峰會的時候宣布 台灣要延離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動方案 就是當時就宣布要提 那回來之後就開了非常多次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其實當時要怎麼做 其實我記得這個是我當時看到國發會的一個想法 他們是透過join的平台來做這個事情 希望透明客責參與 那後來呢 因為這個開放政府有四個核心 多了一個涵容 inclusion在這個裡面 所以包含了讓政府民眾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有疑慮的時候可以找到檢視的對象 還有參與表達一些意見 所以當時這個開放政府 我們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開了非常多次的會來做這個事情 這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裡面就是我從國發會的網站裡面連結的 很簡單的跟大家敘述一下 其實包含了就是連結 因為我們台灣的抗議非常成功 過去很成功 其實這次也進步很快 所以如何我們爭取到各種的夥伴 這個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民主的深化也是 我們本地如果可以更好的話 如果有國際的開放政府的相關的政策 在台灣可以深化的話 我相信國際都很重視 另外一個就是疫後時代的這個治理轉型 甚至政府的數位轉型也都很重要 那這個就包含了公共信任的建立 或是公司透明度的治理的思維 所以當時是這個國發會 就有找我們來開會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經過這個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建立了非常多的層次 就提出了這個五大的內容 現在各位如果看到我們的行動報告裡面 就有這五大的內容 第一大就是國發會推動的 推動政府資料的開放與資訊的公開 這個就是包含了政府資訊公開法 還有政府資料的開放平台 還有各自保護的專案辦公司 那執行洗錢方式呢 這個就是行政院的洗錢辦等等的 還有一個落實7年的施政 反貪反腐訴訟 另外一個是聯合國的反貪腐國際公約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性評處 營運民會客委會提出的 多元族群的包容性 還有一個就是擴大公共參與的機制 這個是當時提出的一個具體的說法 這個其實經歷了 從加拿大回來之後到2019年7月 經過了一年多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被要求 有被徵詢到開了很多次的會 後來行政院也開了很多次的會議 那最後呢 我們在今年的1月的時候有正式宣布 在5月的時候也正式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本就寫出來了 所以這個裡面草莊的內容 各位可以上網可以看得到 相關的資料都在國發會的開放政府的 這種網頁裡面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然每個人可能對於這裡面都有一些更好的期待 但是說真的這個都需要大家一步一步來 我覺得有時候很難一步到位 但是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的話 每年每年每年都可以讓它更好 所以這裡面每一項都有相關的內容 那有的還做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就是台灣的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動方案 這個我記得我們在疫情前一兩天宣布了 之後我們就沒有辦法再正式聚會了 所以當時有一個就是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 來深化透明跟公眾的一個參與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推的 那其實這個未來每年都定期都要有一些報告 所以各位可以去 例如說像我就查到這個美國的IRM 就是獨立的這種審核的機制 來看這個報告 所以我們現在也 我就有所知國發會也努力在進行這個當中 希望國際社會給我們能夠更多的一個審核跟建議 才能得到更的認同 那有我相信有朝一日 我們台灣應該可以參加這個OGP 變成其中裡面的議員 那其實這個全世界的這個國際會議裡面 我剛才講過它跟open data是交換相扣的 所以我這邊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 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們一開始推動open data的時候 其實並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覺得要把政府很多要打開來 是一個概念 可是在台灣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在201314的時候 被許多民間的產業企業 還有社群推舉為open data聯盟會長的時候 我去跟政府要了很多的資料 我發現當我要一些簡單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蠻容易的 可是如果要到比較深的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會議 我都有去參加 所以我記得那年每年大概都一兩次的會議 包含了IODC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還有ODI 英國的ODI的Submit 還有我們台灣自己推動的AOTP 亞洲的開放資料夥伴的論壇 我看到已經有人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待會會同意的再回覆 我先把它講完 那其實我大概參與了 除了OGP有三次之外 其實我還參加了IODC IODC這個是由加拿大發起的 加拿大發起 蠻特別的 我記得IODC15的時候 是加拿大駐台的代表處 主動邀我們去加拿大 當然我們去了10多人 也在渡泰華 因為加拿大其實外交部 還有他們的這個智庫 都非常重視這個東西 他們覺得下一世代就是資料 資料的這個世代 所以他們就舉辦這個會 那這個IODC15是在加拿大渡泰華 16是在西班牙馬德里 然後18就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其實我這三場參加都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我們第一次是參加都是看看是做什麼 然後後面兩次都在裡面 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我們曾經想過是不是IODC 因為20本來是在非洲的肯亞要舉辦 但是因為疫情就延後了 甚至我們當時包含了 我們跟加拿大的官方好到說 我們是不是未來IODC22在亞洲的時候 能夠在台灣辦 不過這個還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還是要有待我們大家一起來克服 像這個就是OGP的會議 在墨西哥舉行 其實看起來舞台不是很大 他也就是一種新型態的方式 來進行公眾參與 當時我們台灣其實也感謝工研院 黃維中還有科技揮報 當時的張新林 還有電腦工會等等的幫忙 我們在裡面已經有閃電talk 已經在裡面已經可以舉辦一些會議 在裡面發討論資料治理的內容 那OGP16的時候 我記得開幕的時候 他們就是主持人拿著麥克風 在樓下走來走去 舉手就可以講一段的話 那時候旁邊的朋友 就推我說你去講 我那時候不知道哪一股的勇氣 就上去說跟大家說 我們台灣是open data做得很好 在亞洲做得很好 也得到OKFM的第一名 但是我們其實還覺得還可以更多 希望我們可以學到更多 也可以幫助你們來做這個事情 我記得當時很像有一些文件來討論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當時有一次蠻有勇氣的 那一次開幕式 我就跟大家講我來自台灣 然後加拿大 就是在2019年 也謝謝這幾位 現在應該都有在線上看 其實他們都好熱情 我記得那天 我是飛了大概快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飛到加拿大 然後非常累 就直接到會場去了 這個當時我覺得那場是 對我們台灣也蠻有意義的 我們有十多位民間社群 還有政府官員一起去參與這個盛會 那我自己當時就有被 像這個應該是曾以利 當時他在國外 所以其實我覺得OGP當時的情境 是在亞洲包含蒙古 或是一些中亞的國家都有參與 但是他對於我們 其實是以這種屬於NGO的方式去參與 但是我覺得未來的話 應該我們在裡面有很大發展的機會 因為我們的在這種所謂開放資料的架構 雖然我們還沒有法令 但是其實在亞洲的經驗是很特殊的 然後其實在加拿大裡面 這個單位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叫IDRC跟CRDR 這個是加拿大他們政府支持的一個 國際型的一個智庫 他們不斷的在推動Open Data 所以我們平常就跟他們有很多的互動 我曾經想要爭取的時候 我還特別飛了一趟 在那邊待了兩天一夜 就是為了跟他們談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跟他們建立著 非常好的一個交情來做這個事情 其實他們只要我們願意 主動去跟國際上去交談的話 就有機會會得到更好的 互動跟分享跟回饋 那我當時我記得 我們在IODC的會議裡面 因為我們台灣 我當時推動Open Data 就有一個感覺 在國際上很多的對於Open Data 存在政治體制 還有文化上的差別 像我們東方的文化 其實對於開放 其實是既喜歡又很陌生的 因為我們的基因裡面說真的沒有開放 通常的將鋼文化 在我們大多數人的情況下 因為這個知識就是一種權利 所以要完全開放像國際上 很多的政府單位或是很多的企業 其實他會很謹慎 他會想到說這個會不會傷身體 先沒有傷身體再說 所以這個就會弱掉很多的時機 不是只有台灣會這樣 其實包含了日本韓國 也都面臨一樣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在2015年 我們推動Open Data之後 我們舉辦一些國際研討會 完了之後 我們就跟那些國際的朋友 就定期的碰面 因為我剛才說過 他跟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 常常都是一群人 那我們就希望聯合在一起 能夠一些亞洲的論壇 所以在2020年底為止 已經有11個國家 有21個夥伴 有些國家是政府單位參與 有些國家是他們的社群或是企業參與 那今年我們更開放 因為這個資料經濟就可以開放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 可能是說資料經濟 其實會讓很多民間社群 有更多參與的空間 所以我們那個組織 叫亞洲開放資料的夥伴 所以我們都會在裡面有一些互動 那這個是在2017年 來台灣辦的一個活動 等於是說 我們就仿造這個OGP的方式 但是它是一種 所謂的亞洲的各個國家 還有社群 像是一個俱樂部一樣 共同的來參與 在這個裡面 那這個不是只有台灣去做主導 我們台灣擔任秘書處 我們可以跟各個國家 每年都找一個地方來辦這個活動 那個國家就會負責那個地方的經費 所以我們每年都在做這個事情 像今年就是在越南 那我們台灣輪過兩次 兩次還是三次 在做這個事情 像當時 像這個就是沈貝貝 他是經濟部部長 他就來參與 那他其實當時就是一個全世界的 資料經濟的高峰會 當時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特別請到歐盟的 歐盟的負責主管資料的朋友 來跟我們想 歐盟的資料的平台 他們如何推動這個法案的建立 那每年我們大概都會舉辦這個黑客松 那這個裡面就是台灣 日本韓國是最積極的 那泰國也會來參與 現在大概四五到五個國家 定期都會跟我們舉辦這個 每年的黑客松的這個比賽 還蠻有意思的 讓年輕朋友可以參與 因為我們通常Open Data 會解決國內的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做了半天 他這個資料 就只能在我們國內 那台灣其實市場又比較小 所以做了半天 大概都是做社群小的議題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 有一個很好的平台來做的話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個功效 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樣的概念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我們IODC16裡面 就有一個亞洲資料的開放的夥伴 我們自己在裡面 就額外再開一個會再討論 然後大會也看到我們這樣 也邀我們上台 能夠去跟國際再做分享 所以這個 我們台灣在國際的這個能量 我們其實大家集合在一起 我們的確可以創造 很多新的可能性存在 那我在上個禮拜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 APEC也第一次 其實就討論了這個 Open Data for Digital Economic Growth 這個是在9月1號的時候 這個是由泰國發起的 在今年的APEC是紐西蘭所舉辦的 所以泰國所發起 他就特別這幾個對象 基本上亞洲的開放的對象 都是我們組成的單位裡面的人 來參與 所以這個是也是蠻好的方式 那我自己就代表大家來談 因為我們台灣 其實在一些社群 還有台北市電腦工會的支持之下 建立一個資料的平台 亞洲的資料平台 現在也超過了這個10萬個資料集 分了21類在這個裡面 那其實這個目前已經也開放 免費讓各國來做使用 也就是說大家如果要做Open Data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的Data可以用 你可以一次做亞洲的開放資料 那這個會更有意義 如果你例如說 假設年輕朋友要做一些交通的 你一次可以做全世界的 不要只有做台灣的 那這個會讓更多人來做使用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記得是范貞強教授 他的團隊很義務 這個其實很多的苦工 要把這個資料收集整合在一起 那這個是我在上禮拜報告的 很快的去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覺得 覺得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 當我們推Open Data的時候 它雖然是一個資料 可是它卻創造了資料的經濟 然後其實它也帶動了 開放政府的一個行動 所以開放政府 其實不是只有Data 它其實還有很多的層面 但是它的基礎 還是要有Data能夠公開 所以我跟那時候報告的 就報告幾個案例 像台灣很特別 從我們在推動開放資料的時候 除了政府的開放之外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他們也有一些長期 就支持這個資料經濟 所以從資料經濟面 就看得出來 不一樣的資料經濟裡面 有上下有端 包含硬體的架構 或是諮詢顧問者 所以目前台灣 就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Data Service Surprise Chain 就是說資料服務的 這個產業鏈在裡面 有的公司是專門負責 例如說Visualization的 有些公司是專門負責 Consulting或是專業知識的 像我自己是氣象人 我的氣象公司也是 配上Data來提供專業的服務 所以目前台灣 在各樣的不一樣的公司 就不一樣的內容 這個在國際上也很特別 因為大多數的國家 就只有開放 並沒有一些輔導的措施 全世界我覺得 就是我們跟韓國 是非常相近的 不過最近日本後來居上 日本覺得資料經濟數位轉型 也非常的重要 做這些事情 這個裡面 我就特別提到台灣的資料 特別的多 成長得很快 剛剛廣主委說 我們台灣大概開放了 快5萬個資料 其實我們這個也帶動了 我們的資料處理的人才 也非常的多 像我自己要是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發現 有一些新的公司 就是因為資料驅動來創業 那目前我們的夥伴裡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 已經有12個經濟體 因為在APEC裡面 我不能說國家 大概現在已經有24個夥伴來參與 所以各位未來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活動 所以各位知道消息的時候 隨時去留意我們 我們大概就負責了三屆 只要輪流的話 有些國家不見得 可以馬上接起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會義務的 幫助大家 能夠把它接起來 所以我們台灣在這個 這個組織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秘書處 的單位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包含了 這個每年辦活動 辦競賽 讓年輕朋友可以互相比賽 那這個企業就可以贊助 在裡面提供獎金 然後把企業的資料提供給大家來做 所以現在已經有 不是國外的團隊來做亞洲的東西了 這越來越多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平台 就是我剛剛說的 DataPortal.Asia 這裡已經有非常多人在做使用 還有一個定期 有一些Training跟Workshop 例如說我們都會辦 開放資料的Workshop 就是說每個國家會彼此共享 它的開放資料 目前做到哪一種程度 會彼此共享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蠻有意義的 因為 其實以前我們台灣 頭幾次去談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們得到世界第一的時候 所有的日本跟韓國都睜大眼睛在看 一直問我們怎麼做怎麼做的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韓國跟日本也在追 所以等於是各個國家的互相競爭 那這個就會合作又競爭 那這個就會造成我們區域的進步 像最近的韓國就特別的厲害 他們等於是文在寅 他們在去年推動了韓國的 Green Deal 應該是New Deal 韓國新政 它包含了Digital New Deal 跟Green Deal 就是數位新政跟 綠色新政合在一起 還有一個就是韓國的產業的DNA 他就是靠AI跟Data來輔助 所以Total的計畫 大概是2兆多台幣 5年是2兆多台幣 所以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他也創造了很多工作機會 另外一個是我們定期在國際的場域 像這個2020代ODI的Conference裡面 我個人就負責籌組 一個亞洲的論壇 在LODC 那次在阿根廷 那次我就找了大概是十幾個國家 甚至我連把中國的學者都找去了 中國也有Open Data 雖然它的定義跟我們定義不大一樣 我們也Open Mind 只要有人對亞洲有興趣的話 我們都把他邀請來 由我們來當召集人 來做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是這個 其實整個概念 我覺得是從歐盟來看 歐盟現在有27個國家 但是他們的語言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歐盟為了要降低 他們的年輕朋友去做Data 創造Data的經濟實力 所以創造了EU的Data Portal 所以這個裡面 他們會把各國的資料去做整理 所以你就省去這種跨語言的實力 所以對於亞洲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開放了 一定會對全世界開放 這個相互競爭是難免 但是你越早用到這個開放的觀念的話 你資料越多 如果你的市場可以的範圍就越廣 當然你也會受到各國的很大的一個競爭 那這個是我剛才特別提到的這個平台 所以這個裡面的平台也都非常好用 這個完全公開 那這個是由我們台灣 我們來協助各個國家來做這個事情的 所以包含了這個Data Supply Chain 我在上禮拜會上也介紹了台灣一些資料公司 這個叫Lakoff 這個台灣的公司他們自己是 透過他們的Pulse系統 配合上我們的政府的Open Data 包含了他們店裡面的Data 就可以用預測 預測 例如說他的庫存還有他的營收都明顯的成長 那這種服務他就要以他的平台 因為他已經是跨亞台灣飲料產業來做這些事情的 那另外一個我跟他們分享的案例就是我的公司 我是雖然氣象公司 可是我們其實服務很多很多元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我不是只有去上電視去報氣象而已 其實我們服務了很多很特別的服務 例如說我們從政府的資料 加上我自己的資料 然後可以服務航空公司或是航空太陽能板 其實現在已經全世界都已經變成這樣的一個趨勢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資料經濟的代表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當我們開放政府開放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的確可以幫忙大家 能夠讓這個產業可以活絡起來了 可以創造更多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心裡面就覺得是說 如果我們多參與國際的活動的話 我可以早一點知道國際的趨勢 能夠去參與是更好的 那第二個就是可以分享更好的資料的應用的範例 或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這個也可以幫助台灣來做一些事情 我們台灣也可以協助國際社會 另外一個是區域的合作 例如說我們台灣如果要把資料的市場 只在台灣那真的很小 如果擴大到幾個國家 那個版圖跟思考就不一樣 那相信每一個國家都在想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趕快把這個資料完備 建構到各種基礎上 所以基本上大家來參與開放政府 或是說各位可能有時候開放政府跟開放資料之間 有一點不太清楚 但是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我舉個例子 我的建議其實我是覺得說 開放政府其實一定要有公私協力 它不是口號而是一種行動 那民間的力量的協助一定很重要 民間絕對不能把它當成樣板 覺得說你只是跟你講幾句話 我還做我的事情 那未來如果有時候我們的立法院的速度 沒那麼的快或是沒辦法那麼好的話 其實如何有一個sandbox的機制 讓公私協力變成比較容易可行的制度 這個就很重要了 那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韓國 在上禮拜我看到嚇一跳 因為在五年前 韓國的官方就告訴我說 因為他知道我是學氣象 他說我們最近正在統計 各個我們政府各個部門 當我們開放資料之後 可是有些服務民間都已經做起來了 那我們政府還是不是應該要做 所以他們就寫了一個 可是他們知道說如果政府要把這個不做 這件事情 一定要從上而下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就寫了一個評估報告 完了之後 就給當時的總統或是開放資料的主席 能夠來決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就有沒有看到2015年 他們以氣象為例 他們就說他們把政府氣象的APP 就把它關掉了 就讓民間很多的APP來做這個事情 政府就完完全全是做open data的事情 把資料建構好 政府不再再做這個事情 這樣的觀念 而且在台灣我遇到好多朋友 我講一個案例 他說不可能 我們都是被上面的要求 我一定要做 可是這個東西 我們如何改變最上位的一個想法 大家有這個共識 可以讓民間有更多的這個機會來做 這才是對的事情 不然的話開放資料 就很容易變成是一個open washing 等於是漂白的一個工作 對於我們資料經濟一點幫助都沒有 這個是上禮拜韓國特別共享的 所以最後我跟各位說 其實開放政府其實是可以 第一個他可以掌握最新的趨勢 open government open data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是爭取曝光的好機會 所以我們台灣的本來就很辛苦 我們要窮擊各種的機會 爭取各種曝光的機會 最重要是宣傳台灣跟亞洲的成果 這個也是我們善盡我們的彼此的一份的工作 好 以上是我報告 那我不知道主辦單位是不是要把slider切過來 那我可以回應大家的問題 好 來我看一下這個第一個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誰問的 他說他在地方政府服務 很驚喜中央有這麼意義的政策 不過地方上光是應付日常的業務 還有那些良憂不齊的議員質詢 幾乎都耗盡了精力的資源 更多的政治人物只在乎權力的延續 並不見得會支持這些利益良善 也有遠見的政策規劃 我想問的是台灣如何面對政黨輪替 選舉活動的威脅 國外案例是如何因應的 其實在國外裡面 我剛好最近也協助一個審 其實他問的好仔細 就是political integrity 例如說所有政治人物 他的收入各方面都要公開來做這個事情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裡面就有很多的透明跟公開的制度 而不是說只有不斷的要求 這個我是覺得是說 如果我們台灣有更多的地方政府 能夠參與開放政府的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問題會逐步的改善 因為他們要參與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地方能夠來參與 那這個當然地方 除了市長或縣長有這個意願之外 這個middle up很重要 middle up跟middle down 要把這個觀念可以提升 所以我建議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參與OGP的時候 我有去過幾個地方縣市政府來談 其實他們都有蠻好的成效 就是說把這個資料來做起 而不是不斷的做服務 或是權力而已 盡量把這個權力能夠公開攤開來 甚至例如說議員的財產報表 能夠讓更多的民眾知道 只這樣慢慢的做 就可以改變政治上的這個問題 我看到國際上的確是有這樣的趨勢 第一個問題 一開始介紹 這個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 其實他們是由中央政府 有些國家是鼓勵他們的地方政府一起來 那因為現在有些國家 他們像韓國他們就開始要求他們的中央政府 都必須有自己的資料長 所以資料長來做開放政府的事情 所以其實就很明確來做這些的工作 所以中央跟地方推動開放政府 本質上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一個是比較國家的層次 一個是比較地方的層次 那我參與比較多的的確是中央政府 那地方政府是開始也有一些蠻好的措施 那我記得在美國 例如說我曾經去拜訪過 這個舊金山 San Francisco的資料長 他的就是隸屬於市長辦公室 那他就是完完全全做這個 舊金山市政府 開放資料開放政府的相關的工作 所以其實就跟國際上有很多的連結 所以基本上每個縣市政府都有一個資料長 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那他台灣可能就是屬於資訊部門 才能做的這些事情 那第三個 謝謝好不好用 在台南政府有個差異是決策 因為政治人物要負責 又這樣一堆 政府決策還管道政治管理 又如何變成開放政府的決策 與全體待一致的成何案例 我個人認為是說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開放政府裡面 有一個叫Political Integrity 政治的這個連結度 或是政府政治的開放 包含了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一個PDF file 如何有一個更好的追蹤 偶爾媒體會報導一下 但是我必須承認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 我們看到的一些潛在的弊病在裡面 所以能夠盡量遵循國際的案例 把政治上例如說選舉或是財產 或是說政黨 他相關的資料能夠全部公開 甚至還有遊說 那我自己在裡面就看到很多 國外遊說的資料 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台灣還比較少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我非常強烈建議在政治方面 可以遵循著國際的方式 能夠來進行開放政府這一塊 很重要 我知道連政署裡面也要提一個相關印的資料 我是覺得蠻好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像是第一次開始要參與open data接觸時 是從明天開始嗎 還是我們政府這邊 本來就要接觸OGP這樣的國際組織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的話 我是蠻早就協助在做open data 那open data的時候 我也發現open government 那我覺得一開始我的認知 我必須跟大家說 一開始我覺得open government跟open data 很像沒什麼關係 可是我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有很高度的重疊 因為我們open data在台灣 很容易變成資訊部門的事情 如果跟open government合在一起的話 那個角度就不一樣了 就很像說你如果是一個部會 如果你就是open data而已 其實那恐怕就是資訊部門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open government 那這個就是一個部會 他首長必須去關注的事情 那這個態度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不一樣層次的意涵 那會有重疊的地方 那目前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台灣在做open data 相對應的前幾年還蠻成功 到目前為止我相信也都還蠻成功的 但是其實我們最重要是要得到 國際的很大的認同去參與 加上國際也認知台灣在這方面做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其實是多個管道一起去促成的 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我覺得是未來我們如果能夠 真的去加入的OGP的話 政府去加入OGP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社群參加OGP的都還蠻積極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所以未來政府還有民間 能夠去參加OGP的話 對我們來說的話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那我相信政府本來就想參加 但是這個社群也都在參加 所以我據我的瞭解幾乎是同步在推動做這些事情的 好 那我就回應著這個slido這幾個問題 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或是主辦單位還是我的已經講完40分鐘了 好 謝謝 - 所有夥伴 那你也可以過去那邊看已經提出來的問題有哪些 你觉得它很重要 也是你想问的话 可以点一个赞 我们让更多人 关注的问题可以浮上来 然后让我们的语会 让我们的语谈者 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刚才彭博士 其实已经帮我们浏览过了 slide上面的提问 那我想说在这边 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再追问一下 因为其中特别有人提到 利益良善 可是却会面对 政党轮替的威胁 那有别于过往 我们常常讲top down 或者是button up 这样的过程 刚才彭博士有提到一个概念 蛮有趣的叫做 middle up或middle down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 其实在中间 扮演着蛮关键的角色 那我不知道说在这边 彭博士有没有哪些案例 就是在国外 其实有这样子的参考的过程 让地方政府有一些压力 可以去加入 开放政府的这个行列 那另外一个问题 也有趣就讲到说 不论你怎么开放 终究决策要负责的 那选举出来的人 他做了错误决策 他就下台 那开放政府做出来的决策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就责呢 刚才有一点其实有问到 这个决策机制的进和 那我想说这边刚才 彭博士有提到 廉政署的这个作为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词 帮我们多分析一下 那我这边有两个专位 有请彭博士 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就责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不用用就责这个字来形容 而是说我举例例如说 我们常常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里面要制水 为什么还会淹水 还会缺水 可是你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延迟 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忽略了 里面的这个制水预算的本身 它有一个淡数 多少公顷的水 多少面积的水 它可以被治理 所以基本上呢 大家不能够 我是觉得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有更多类似的资讯 可以公开 让大家了解说 我记得 例如说在几年前 我们政府在推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的时候 在立法院有一个公听会 那我突然就看到那个数字说 这个预算有多少 可以多少面积的这个不淹水 可以缺喝水 不缺水喝好水 可是我发现那里面都有淡数 这不是那么的大量 但是呢 最后可能大家都不了解这个内容 就只好用一个标语式的这个政策来形容 那到最后呢 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 那就会受到 假设又在淹水的话 那就会质疑政府做得不够不够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我们如果体会这个open government 还有open data的争议的时候 我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 所有的政策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出来 那这个就会更好一些些 所以这个我举这个案例就可以 那党不是说一定是究责 究责是另外一个政府的究责 另外一个呢 我们当讨论究责的时候 如果这个资料可以公开 就可以一起来讨论说 为什么做不到 为什么还会淹水 其实这个甜点基础建设的钱 用在用水的感觉起来很多 但是也没有办法涵盖全台湾 那讲到政党轮替的问题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例如我常常接触到的能源议题 你在台湾 像这几年有很大的转变 就是说刚做出来民调 85% 86%的民众都支持 政府要推动净零碳排的这个政策 这个在台湾是很高的 可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台湾在推动这个能源转型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里面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能源核能到底要不要核能 能源到底够不够 每个人呢 对里面的内涵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开放的资料不是很多 甚至解答呢 也很大的困难 所以其实就造就成说 在台湾 你到底是支持某一项能源 你就会发现说 到最后就归对于蓝绿的光谱 不知道怎么去谈这个问题 谈的就是吵架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如果呢 未来在这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公开 讨论就会有一个基础 而不是说用一句话 着视经非的角度来去攻击你 因为其实呢 这中间的这个政府的公务人员 是不会因为政府 这个政党轮替而改变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有更好的资讯 可以说服的长官 当然就可以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不必在为了选举口号 在那个去做打转 所以我会觉得开放政府呢 的确可以解决我们过去 这个政党之间的 这个不一样的轮替的时候 造成一些很大的困扰 一定会有一些修正 概念不一样 但是呢 它至少都还是一个中间的轴线上面 微的一个变动 那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只有开放资料跟开放政府 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 很容易的接触到这个政策执行的层面 它会有多大的效果 才能做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从我的这个能源 看到能源或看到气候变迁的角度 像我举例例如说 蔡总统宣布2050年要进零碳排 在42的时候 全世界的目标就是台湾的目标 那我周末的时候也看到 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也宣布 气候变迁要入线了 要入线 我心里面还认了一顿 什么气候变迁入线了 要修改宪法 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面第一个问号 不过呢 其实这表示说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你要对黑洞气候变迁 你要预算 你要钱 那你这个钱如何公开的让大家有感的 民众也可以监察的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透过开放政府的这种 逻辑历程来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决政党朝野这个竞争 不确定的这个因素 那这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Middle Up 因为Middle就是所谓的中间的公务人员 在国家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民间社群是可以跟Middle Up站在一起 对上对下一起来服务大家 第一堂精彩的这个课程与分享 也谢谢我们在线上提问的伙伴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11点就进入我们第二堂的课程 那提醒大家在我们BBB会议室里头 您的右下角应该要有一个麦克风的标示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这个标示的话 建议您先退出会议室 然后之后再选择音讯加入 之后再关掉麦克风 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相关的讨论 那也非常谢谢彭博士为我们线上带来的这个专题演讲 以及提问的解答 那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11点再回到我们的线上活动现场